哇 好酷 走吧 快来看 我妈妈亲手做的小首饰 好看哦 好漂亮哦 小姑娘 姐姐 你快看 可好了 这个真的给我的吗 嗯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妈妈 她们给我钱 妈妈 没事 轩轩 我们就当送给她一个 好吗 下次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 这还有这么多呢 没关系的啊 妈妈 我知道这么多了 买东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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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弟弟好可爱呀 不能白拿 要给钱哦 但是我不喜欢这首饰 我还想喝水 可了 等会儿啊 来 累吗 有没有哪里的书房 好 乘乘 哥哥 哥哥就在这里啊 乘乘 哥哥 哥哥就在这里啊 来 乘乘 哥哥 宋星辰 哥哥 乘乘 乘乘 宋星辰 你好 哥哥 你看见我小孩了吗 请问一下你看到我儿子了吗 他就在哪 哥哥 这么高 没有 哥哥 乘乘 哥哥 乘乘 哥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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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康远 我找不到乘乘了 妈妈 妈妈 乘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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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跑哪里去了 你急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你没事吧 没事 妈妈 就是这位叔叔发掘了我 真的太感谢您了 真的谢谢 晨晨 晨晨 差点走丢的事 都是我的责任 我先跟你道歉 对不起 下次不会这样 下次 你还要带他们去那种地方吗 那个市场 我很多年前就在那摆摊了 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杂乱 我的意思是 不管杂不杂乱 你教他们去摆地摊根本没必要 可你不能用自己的经验代替孩子的体验吧 就因为你这样教育孩子 才让他们没法学到正确的价值观 你能不能不要把你个人喜好抢嫁给孩子 对 是我的喜好 怎么了 谁在结婚前口口声声说 会适应我的喜好来着 对 演戏是吧 瞧我这记性 我在跟你聊 整整走丢的事情 你扯到哪里去 我不就在跟你聊这件事吗 你可真好笑啊 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人前陪你好好演戏 人后跟你互不干涉呗 麻烦你起来一下 你要干吗 以后我都睡这儿 免得干涉你 随便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爸爸我 对不起 你不要跟妈妈生气好不好 好 我不是跟你说过 大人有大人的任务 小朋友 我知道 这是你和妈妈的事 我不要管 来 下次不要再让我和你妈妈担心了 嗯 爸爸 嗯 看爷爷说过的 男孩子要对女孩子多照顾 你哄哄妈妈 知道吗 我怎么又来啊 好我不管我不管 我很乖 我去睡觉 好 第一个在这儿 第二个也在这儿 轩轩 怎么还不睡觉啊 叔叔我在做任务 任务 什么任务啊 妈妈说过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的 薛薛和晨晨去及时做任务 回来要整理 那薛薛 妈妈带你们是去做什么任务啊 买玩具任务 因为便写机告哥哥玩坏了 妈妈想叫哥哥买东西要钱 钱要赚 所以东西要爱 你是说 妈妈带你们去摆地摊 啊 带你们去做任务 是为了 教你们怎么爱护东西 是 自己赚才更喜欢 我啊 要爱护的不只是保护 还有叔叔 因为妈妈说过 叔叔对我们好 我们也要对叔叔好 是 如果 万一如果 没想到宋夫人的策划案 有这么好的前期反响 目前有十几家一线品牌 都希望 如果这场婚姻 这个家 它根本就没有当作是一场戏 你 宋总 宋总 推荐会一个月后举行 由于临时加入的品牌过多 策划案上许多细节 都需要宋夫人亲自调整 好啊 这件事情我会亲自跟她说的 那我之前做的 就算是吗